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接著介紹游離能的週期性 那上一節老師曾經提過說 我們在想游離能 是你都用半徑來想 所以我們先複習一下半徑的週期性 同一週期 比方說清里納甲盧瑟瑟法 由上往下半徑會越來越大 因為它的架科層越來越外層 比方說清的架科層是第一層 但是里納甲盧瑟瑟法法是第七週期 所以它架科層在第七層 所以半徑越來越大 那如果是海南亞克仙東奧也是一樣 由上往下從第一週期到第七週期 它的半徑就越來越大 所以不論左邊金屬 右邊非金屬 它的半徑由上往下都越來越大 然後這個由上往下越來越大 導致它的游離能就會越來越小 因為半徑越大 所以離合越來越 架電子離合越來越遠 所以游離能不論是金屬 還是右邊的非金屬 海南亞克仙東 它的游離能由上往下都是漸漸 然後由左向右 我們知道半徑同一週期越右邊 因為核電荷越大 所以有效核電荷越右邊越大 所以半徑越來越小 那這個游離能 也理論上應該要越來越大 但是因為電子阻態的關係 所以游離能是鋸齒狀增加 所以這第二個游離能從左到右是鋸齒狀增加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這個游離能由左到右鋸齒狀增加 那怎麼鋸齒 我們看一下這個第二點 我們再寫一下第二點 由左到右它鋸齒狀增加 我們來畫一下這個鋸齒狀怎麼樣 比方說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的元素 第二週期的元素就是 我們說那是因為電子阻態 電子阻態的關係 那是因為電子阻態的關係 這個電子阻態比方說這一個 皮跟鵬這裡還有蛋跟氧這裡 它這有反轉的現象 那它的原因是說 我們說這一個 這個鵬的電子阻態是2S2 2P1 那皮是2S2 然後蛋是2S2 2P3 氧是2S2 2P4 所以我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皮的優力能反而比鵬還要高 鵬的半徑不是比較小 但是皮因為2S全滿 那電子阻態全滿會讓它比較安定 所以優力能反而會比較大 那蛋跟氧比起來 為什麼蛋的優力能比較大 因為蛋是P鵬魚半滿 也就是說鵬魚如果全滿或者是半滿 P鵬魚如果半滿 優力能也會增加 所以蛋大概一樣 那最後這一個 奶 奶它剛好是怎樣 奶剛好是它是最右邊半徑最小 然後它的S鵬魚跟P鵬魚 也都剛好全滿 所以奶就是怎樣 奶這裡就是同週期 第二週期裡面它的優力能最大 因為它的第一個它的半徑是最小 第二個它的電子阻態就是最安定的 所以同週期裡面它的8A族的優力能到達最大 所以我們在這個週期表這裡 這個稍微記一下 週期表這裡優力能最大的是HIGH 因為HIGH是8A族 然後它是最上面這裡 所以HIGH的優力能最大 那最小的就是對角線 左邊這裡 最小的就是射 比那假如射法的射 那因為法有放式 你通常不討論 所以那就是射 射的優力能最小 好那是第二週期的優力能 那第三週期也是有這個順序 第三週期呢 也是這樣子 是一樣用黑色的分筆畫 第三週期也是這樣 第三週期就是 那 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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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鎖 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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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個有這個鎚齒狀的順序 那 那因為這個 這個呢大家雖然可以理解 理解之後當然它有時候 它會考試的時候 你還是要把它背起來 就是這個同一週期 由離能由小到大 由大到小的順序 那通常我們就這樣背 然後 同一週期的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 8A最大 8A最大 大於7A 然後大於5A 6A 4A 2A 3A 1A 所以老師呢 就把它寫成 這樣子 8 7 然後呢 5A大於6A 這個5A跟6A這裡 我就把它全起來 5A這裡 5A、6A這裡有反轉 8756 然後你剛才背這個數字 好像在背電話號碼一樣 87564 4A 然後呢 2A大於3A 2 3 1 8756 4 2 3 1 8756 4 2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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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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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現在大家都先移走一個電子 好,我現在如果說他問你 那鯉皮、澎湯、淡洋、佛乃 那第二油力能怎麼比較呢 然後就這樣 第二油力能,那你把鯉 在旁邊想一下,鯉如果移走一個電子 那不就變成誰? 不就變成HIGH的電子主態 所以大家如果移走一個電子之後 相當於每個人都往前前進一格 所以鯉就變成鯉離子 他的位置就跑到HIGH的位置 那以此類推 然後其他的就是同一週期 那往前一格 鯉皮、澎、淡、淡、氧、佛乃 鯉皮、澎、淡、氧、佛乃 那我是不是現在已經把大家的位置 都往前挪一格 那如果你要比第二油力能的時候 那也是一樣 就一樣是按照他的這一個 大家都是一架氧離子 那所以我們就一樣 越右邊油力能越大 但是呢 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呢 5A大於6A 因為P軌域半滿 2A大於3A 因為S軌域全滿 所以也是8756、4231的順序 所以我們就這樣來想 這一個 8756、4231 所以這一個 8 8是誰? 8沒有人就圈圈 然後7 7就是奶 8、7然後5、6 5、6 所以養大於佛 有沒有 8、7、5、6、4 4就是蛋 2就是彭 然後3就是碳症 1就是B症 好 那現在大家順序就出來 那出來之後 那里呢 里在哪裡呢 你注意里在這裡 那里的話 跟這一個圈圈是同族 同族由上往下 半徑越來越大 所以又令人越來越小 所以里呢 是怎樣 那里不就是 等於是 又大於這個圈圈 所以我們在被 游離冷的 我們在問游離冷的時候 如果是第二游離冷 那很簡單 不要把他想太負責 就大家都往前挪一格 那大家都往前挪一格的時候 一樣是按照 這個里呢 1A組往前挪一格 就把它當作8A 8A組變7 6變5A 7A變6A 8756 4A組變2 4A組變3 2A組變1 一樣是8756 4231的順序 那當然這個呢 當然不能無限擴充 只是說他如果 硬要一直問 第一第二第三 要一直叫你排的時候 那一般來講 就這樣排 他 不太會考例外 因為考例外 你還要再額外背 現在並不流行這種看誰 然後亂背一通的 他就可以考高分 那不流行這種 所以大概 我覺得極限就是 你就是把這個有查數據 然後有規則 一樣是按照8756 4231的順序 這個把它記起來就可以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是同周期元素 他如果是比第二有令人 第三有令人 那你一樣是 這個順序來比 那接著呢 還有一個叫等電子的 等電子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說有幾個例子 那他的電子的總數一樣 好 他的電子的總數 他的電子的總數一樣 好 那等電子 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這裡有幾個例子 那 煤 綠 然後 奶 羊 4 那這幾個例子呢 有些代政有些代負 那卻要叫你比游離能 那他們有什麼特徵呢 然後你觀察一下 這幾個剛好是什麼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規則 可是你仔細看 他們都是10個電子 那10個電子 所以他們的電子阻態一樣 他們等電子的總數一樣 所以電子阻態相同 那通常這個等電子呢 大概就是在問什麼呢 就是 可能是奶的阻態 或者是雅的阻態 那電子阻態相同 那他們如果電子阻態相同 要問游離能 我們說你就用半徑來想 那 第一個 半徑是怎樣的 那我們知道 如果等電子的時候 紙紙越多 半徑越小 紙紙越多 半徑越小 因為紙紙的引力越大嘛 所以這裡的半徑應該是歐八 是最大的 因為它紙紙最少 那所以紙紙越多 它的半徑就越小 所以按照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十三的順序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的順序 它半徑越來越小 那半徑越來越小 所以它的游離能 它的游離能就應該怎樣了 游離能就應該越來越大 所以倒過來 游離能就是 越來越大 所以等電子 電子的總數一樣的時候 那這樣就是紙紙最多的人 它的游離能是最大的 好就是等電子的狀況下 那最後一個是其他 其他是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比到沒得比 然後隨便問你說 那如果 比方說綠跟AR 綠跟AR的游離能 那我們知道 當然就是 8A大於7A 所以AR大於綠 但是如果說這個綠 志願先把它一個電子丟掉 變成一架氧離子 那再來跟AR比游離能 那你注意 那這樣綠等於是第二游離能 那數據觀測的結果就是 如果說它們是相鄰的元素 那如果先失去一個電子 再跟它的鄰居比游離能 那它就一定會怎樣 它就一定會比較大 不過這是一個很偏僻的題目 就參考就好 好那最後呢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席題 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席題 這個席題 我們看一下 大家先讀一下題目 這樣說 甲乙丁代表中性原子 那我們在旁邊先想一下 那甲乙丁分別是誰 我在旁邊想一下甲 甲是4S1 3D2 那這就是等於是二十幾號呢 二十 二十 二十一號 二十一號不就是抗 可是抗 可是那抗應該是怎樣呢 抗應該是4S2 3D1嘛 那表示這是抗的激發鈣 就表示這是抗的激發鈣 我用一個型號的表情它是激發鈣 按說如果是中性原子 那應該是填4S2 3D1 那這一個移也是中性原子 那移的話就是抗的 就是抗的激態 它正常 4S2 3D1 這移沒問題 那釘呢 釘也是中性原子 那釘是怎樣 中性 3P6 那3P6是誰 釘是AR 釘是AR的激態 然後它丙是什麼呢 丙呢是 三架洋離子 那丙三架洋離子變成18 那丙就是抗 21號減3就18嘛 所以抗三陣 丙是抗三陣 那問你什麼 第一個甲變成乙 那甲變成乙 甲變成乙 那就是從抗的激態變激發 欸激發鈣變激態 所以第一個它是放熱 所以A是對的 A是對的 從激發鈣變激態 當然就放熱 B有乙變成丙 那乙跟丙是什麼關係 我們看一下 乙呢是抗的激態 然後呢 丙是抗三陣 那這樣就是油理 那就是油理 所以這個B選項是油理 油理幾個電子 油理三個電子 那當然它就需要吸的 那油理一個電子 就需要吸的 更方式三個 所以它需要吸的 所以 E不對 抱歉了 E不對 B不對 B叫吸的 不是放熱 吸 乙的第三油理能 乙的第三油理能 高於將一個電子置並 油理所需要的能量 那你注意 乙的第三油理能 那跟丙的關係是什麼 乙的第三油理能 跟乙的第三油理能 就移走第三個電子 但是丙呢 丙還要再移走一個電子 那就等於是 就等於是抗的第幾油理能 移走第四個電子 抗如果再移走一個電子 丙如果還要再移走一個電子 那不就是要移走第四個電子 那就第四油理能 所以同一個元素的連續油理能 會越來越大 所以丙應該大於1 所以吸也不對 丙應該大於1 豬 這丙有理一個電子 跟丁有理一個電子 這兩個誰比較困難 丙跟丁有理一個電子 這兩個都18號 所以這兩個等電子 那如果這兩個都等電子 電子主態都一樣 但是呢 這個抗的質質比較多 半徑比較小 所以抗的油理能 一定比較大 所以丙的油理能比較大 豬是對的 最後一個甲跟丙 甲跟丙是同一個元素 沒有錯 他們都是抗 所以正確是A主意 好我們先講到這裡 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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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